刚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迈出了极为危险的一步 据海外网6月7日报道称 根据秦不久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草案 美国适当派出美军赴台参加联合军演 这是继美方宣布考虑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之后 再一次对异中底线发起的试探和挑战 中国必须做好爆发台海危机的准备 在这份火药味十足的草案中 涉及的台湾议题远不止参与台湾军演这一项 还有诸如大力支持对台军售 派遣美军医疗船赴台 加强台美官员往来等等 无不指向我国的核心利益 冲击的不仅是美中关系 还让岛内分裂势力释放了危险信号 甘愿做美国棋子的蔡英文当局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机临近 反而把美台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当成救命稻草 就在美国层层加码之际 台湾防务部门的智库甚至还建议蔡当局 把太平岛租借给美国 作为反击大陆舰机绕岛的手段 今年以来 在特朗普政府和蔡当局的一唱一刻之下 两岸关系下滑速度如同过山车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特朗普政府连续推出了台湾旅行法 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等五部插手台湾的法案 在最近一个月内 美国政客先后数十次前往台湾会见蔡英文当局 在最近两周里 美军的轰炸机先后三次越过南海上空抵近台湾岛 两天前的香格里拉对话上 美防长马蒂斯公开表示 将持续坚定与台湾交流合作 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服务 以提高台湾的军事防卫能力 同时 正处于断交困境中的民进党 警报美国大腿的姿态越来越落骨 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吹捧美国的仗义之举 6月4日 蔡英文接见美国某志库史 居然把美国称作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 台湾的外事部门更是多次隔空向美国传达协议 岛内分裂势力的调门可谓空前高涨 赖清德、李登辉等如同枯木逢春 纷纷开始站台走学 面对美国和台湾当局毫无底线的做法 最近一周时间里 我国外交部三次发表强硬立场 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而过台办 国防部的回应更是霸气十足 表示任何打台湾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并证告台湾当局 如果一意孤行 咸阳自重 必将营火烧身 美国如此歇斯底里地支持台湾 目的何在 相信蔡英文本人心里透亮 但为了把台湾分离出去 这伙人几乎到了数点望族的地步 甚至不惜引证止渴 但两岸的和平进程终究不掌握在棋子手上 大胆玩火必将触动武统的开关 蔡当局该好好想象未来的下场了 别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在帮招数前 掌握在棋子手上 把椅子疼得了 稍微 elekt跟台湾 刚才看到他的残力 更大 在抱过 那将来让他会想象中ッ 到时候